赖文德回心脏内科名医 住城局中风看护 高雄医学大学布设医院前院长 高一大董事赖文德的家 5月3日早上发生火警 其任职于高雄长庚医院 加一科主治医师的女儿赖伟安 家人医院加一科独任的女婿黄彦杰 及三名孙子不幸上乘火箍 赖文德四四代医师世家 爸爸赖成彪毕业于日本元首医学大学 在嘉义职业超过70年 母亲则是雅医 5名兄弟姐妹不是医师就是药师 赖文德1978年从高一毕业 妻子张修芳也是名医师 两人又有一子两女 三名子女也都投身一介 逐步心理让人女儿留在台湾外 并两名子女都在澳洲开业 赖文德在高一完成住院医师训练后 顺利健身为主治医师 投入线路不整心机梗塞的领域 曾远过美国周金山加州大学 心脏血管中心进修 担任研究员 一路从科主任内科部主任 爬升至副院长 2012年8月 接下高一院长的重则 于2015年7月卸任 高雄市前市长陈菊2007年 曾中风租进高一一个半月 徐论心脏内科主任赖文德 一肩扛起陈菊组织医师的重任 信心专业的态度获得成属于高度肯定 曾群英文在2017年2月 邀请赖文德 担任高雄市立联合医院院长 成为联合医院创院继40年来 首位医学中心级的院长 当时陈菊称三赖文德是心脏医学权威 百大良医 加入市谱团队是市谱及市民的谱器 隔夜期日赖文德从联合医院借零退休 但目前仍在高一等医院兼诊 曾被商业周刊评选为百大名医 高一资深护理师表示 赖文德是很贴心的院长 做任何决策前都会先想到员工 虽然是医师世家 但生活朴实不虚滑 现任总统国秘所长的陈菊得失恩后 也立即资讯慰问 表示将近全力写出赖医师 处理后续事宜 东新闻高雄报导